第一名大道抽是接口 到底是不是接口呢 我們來看一下 來,要來公布了 3、2、1 這個是接口耶 大家真的是料事如說 怎麼講 這個接口 它這個形狀之後其實是 感覺上就是 還蠻兩極的 因為你也知道這個 它的執行長不一架 常常在媒體上面放話 尤其他最近最夯的一個新聞就是 他不是已經拿到了 那個國票證券的那個 總經理的職位嗎 所以 經管會又打他臉 就跟他講說 你不可以是這個接口執行長 然後又是這個 什麼票證的執行長 這個一個人只能夠有一個位置 所以他就必須要做抉擇 就真的很嚇 我就想說 經管會是不是跟他有仇啊 就是怎樣 就是一定要這樣子去搞他 但是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 非常有趣 我們就是隔山觀鼓動 就看最後結果是怎樣 那大家也可以去試想 一個一個一個可能的 使用情境就是 假如說未來接口可以來做 買賣基金或者股票 那可能他又跟其他的 這個行動直播 又走出不一樣的路 這也是不錯 就是他有點 牽入網路銀行這一塊 那到底能不能這樣做 我也不知道 就是看接下來的情形 或者是我可以把我的 JACOB拿來買個票嗎 這也不錯啊 有錢就是任性 對啊 這個 這個胡執行長 他真的是家大業大 非常有錢 他的老爸就是背後那個 背景就是天上的雄厚 而是覺得說 如果我有一個這麼厲害的老爸 給我靠背的話 我就不用這麼辛苦的 每天在那邊寫文章 對不對 就是像我們這種小資組 就是什麼都要自己來 選擇接口的也夠 一百二十一票 那換算起來的話 就是百分之三十一他的 這個市佔率 也就是說 每一百個人 三十一個人都推 他最常使用的是 借口支付 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接口在台灣的 接收度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說這個 有錢就是任性的 這個 這個執行長 他其實撒錢 下去是有成效的 因為大家可能說 現在又會比較少 但是因為習慣了 所以還是只去做支付 這也是可以的 就是 這是可行的 大打廣告是有效的 這樣子 來看一下大家的意見 有人寫到說 搭配Coco或疫苗刷 就有基本的回饋 接口有很多優惠活動 從年初的紅包活動 各種店家的現金回饋 把握公司中年慶 雙十一回饋 二二二二 或是飲料現金回饋等等 最近的學生餐廳也有現金回饋 對於我這個大學生來說 就是加減用 所以 其實我們的這個 視聽收視視群的這個族群 也不見得就是只有商蠻族 就是也是有一些學生族群 會來就是來觀看 就是咱們的粉絲夜 這個也不錯 對就是將來的就是 社會的中間份子 即將會成為就是社會新鮮人 就可以辦信用卡 7-11搭配Coco 這個也不錯 就是去年度 今年度的話基本上 什麼行動支付搭配Coco 都沒有回饋 所以現在如果你要綁接口 基本上應該是要綁這個Coco吧 但你以為它回饋不錯 這個應該是要先綁這張卡片 可能是廣告打很大吧 所以應該也有人這樣講 這個電視廣告啊 網路廣告什麼的 就是大撒幣這樣子 生活中常去的便利商店 賣場跟飲料店都可以使用 所以它自己本身的這個通路透載也蠻厲害的 不錯 然後 主要消費回饋的店家 符合我常去的店家 付水電費搭配網購卡沒有負貴 這個其實是去年就有的 但今年還是一樣 所以 您自己本身如果那個PV 不想要拿來折疊電費的部分 我建議您也可以使用就是 所謂的這個接口 然後搭配Coco來進行就是 支付的部分 也是有的 對 我常買的Coco飲料 接口都有優惠 是一樣的 這個不錯 活動多多也瘋狂 所以這真的是去年真的是大撒幣 可惜今年這個春節過年的時候 它好像跟那個 一個 那個什麼Jella 它那個 產生就是有很多很多負面的新聞 所以它最後本來要發紅包 就是都沒有發到 所以今年大家可能都沒有什麼機會 去搶到一些 就是某一些網紅 還是民人在撒幣的紅包 去年的話就真的撒很多 我自己就是東挑西簡 這樣大家弄一弄 我會拿了大概一千塊左右的這個 接口帳戶的錢 這不錯 那今年的部分就沒有了 這比較是可惜 再來呢 長距的通路都有 常常有新的回饋優惠 綁定Coco Combo iCash有5% 今年沒有了 去年有 現在有推 E35有12%飲料的活動 搭配的電債也多 又有現金回饋跟接口幣 現金可以轉出亂行帳戶 接口幣又可以整體下一筆消費 又是隨便費 這個也是很不錯的使用方式 再來也有寫到說 支付快回饋多 使用方便 搭配Coco Combo iCash 搭配更多 搭配一些網購卡 就可以拿到網貨的現金回饋 這個有不錯 滿多的 好像很多人都是寫到手搖 所以大家最喜歡去的就是 使用那個就是 去Coco買飲料之類的 這個非常的多 就大家講 那個飲料也不要太長出來 因為 常常會胖 就是胖的話 就可能會產生體力之類的 所以大家就是 好要 開始要常常運動喔 真的就是這樣